大家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嗎? 是的 我的螢幕好像沒什麼聲音 你以為是星期二嗎? 我都忘記了 你這個人很溫樂 是的 沒有洗澡,沒有洗頭 整身垃圾 接下來又不在香港嗎? 不知道 去工作那些嗎? 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是人 很飄啊 這麼開心 明天還是要上班 在想而已 很飄啊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這麼慘 你經常在香港很辛苦 奴隸 現在的日子 糟了 遲一點 Jam丟下我了 我有一點預感 他去低調 是嗎? 不是吧 我很想啊 不夠錢啊 要跑山 跑到山就閃 不用頭髮 頭髮很長 為什麼你的頭髮可以垂成這樣 不如去外地剪法 香港不適合剪 我前幾天在Facebook看到的影片 有一間實用真還是搞笑的 他負責剪下面的毛 好像人家那些巷巷的 很瘋 對 他好像洗頭床一樣 他就反過來 張開腳 我有看 你有看嗎 那個很好笑 挺搞笑的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你會不會想體驗一下 我不想 你這麼喜歡體驗一些新的東西 又喜歡去別人的髮型剪後髮 我不想 你變態人家 最慘的是他的工具 別人用過 是啊 我看到有一個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洗 我覺得有一個好笑 他拿著毛巾 我有看 然後這樣幫他抹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洗 你怎麼用的 你一次性都說 你膠紙不會扔的 那也是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消毒 那也是 我去針灸 都問過 那些針灸怎麼消毒 每次是新的 有沒有消毒 問清楚 你以為很乾淨的東西 其實是不乾淨的 那也是 真的 你以為去那些很乾淨的酒店 床單沒有換過 很多時候都不換 有很多人證明了 他們噴了一些沒有顏色的字 然後第二天去看看 有沒有用藍色的紫外燈 那些字仍然在那裡 都是那個床單 還是五星級酒店 是呀 信不過的 有很多閉路電視拍到 那些阿姐用的肉筋 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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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那些市慳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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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考慮戴自己的毛巾 其實真的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 有一點潔癖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誇張得 是戴上自己的床單 還有戴上一條毛巾鋪在枕頭 還有其實現在有很多地方 可以買一次性的床單 真的遇到給你們 有些潔癖的 但如果這樣 拿這麼多東西 就很沒感覺了 其實 算了 那些潔癖是她覺得廁所不夠乾淨的話 她說有時水不去得不快 她不可能會浸一點 她像腳尖地洗澡 可能洗完澡 手肘碰到星盤 她用頭再洗一次 你別說我變態 我買消毒東西 是嗎 我去到那邊 買瓶小小的消毒 即是抹手的 不是抹手 噴的嗎 開水殺什麼菌 即是99比99那些 對 1比99那些 我去到 你不要拿浴缸浸一浸 我們的杯子 全部放進去浸一浸 浸在浴缸上浸嗎 對 我覺得浴缸不是最髒 但你洗乾淨了 你開水是殺菌的 那些水 浸一浸之後 這件事是穩固的 我覺得你下次再帶一個瓶去 那瓶是私家的 那就浸別人的東西 害怕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有潔癖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潔癖的程度 是不一樣的 是啊 我個人的潔癖 但我某程度上 有些東西是很介意的 例如呢 我 公用男友 公用男友 公用男友不行 公用男友不行 是嗎 我也不行 我是用刺子 或用紙張 很環保的人 我是有些強迫症 例如去大去小也好 我每一次拿三架 我多有一架 我會拿回那一架 放到那一卷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 沒有人跟我說這些 但我每一次 我覺得三架是最完美的 無論它是多少層的紙巾 我是這樣 我不能用公家刺子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 擦一擦一擦 他曾經碰過的 他曾經碰過的 是啊 可能他拔不到 他就按著上面的拔下面 是啊 我不懂的 那隻手也不知道是沒有什麼 基本上我不在公共地方去廁所 你是說可以大 是啊 少也沒所謂 有些朋友太誇張了 因為他們覺得 你把廁所裡有水 他覺得會彈上來 所以他會放很多刺子在下面 然後防止他淡水上來 他就像一個圈子在上面 所以我經常都不去陌生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人家都不聚財 是嗎 是啊 很嚴重的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很誇張的地方住宿 你逼我我就可以的 你叫我選擇 我當然不會這樣選擇 但你逼我 你說今天只有這樣 OKOK 我又不會弄勾你的 我又不會弄得錯 我不會的 你會不會忍不住才不行 半夜 不知道在旁邊租那間酒店會怎樣 如果在旁邊租那間酒店 我簡直不會去那間酒店 但我不會弄勾你的 例如你安排了一些東西給我 我不會弄錯 絕對不會的 我試過真的很差 我會黑色幽默 今天是這樣的樣子 OK 我說完這些話 長期都麻醉自己 我有兩次很差 第一次就是進入房間的時候 全房間都是蚊子 我拍了整個晚上 還沒拍完所有的蚊子 那蚊子真的不行 那蚊子真的不行 你一進去廁所裡 它在那個渠道飄了一堆上來 另外一次就是 你看上去那張床是乾的 但你摸上去或是坐進去濕的 你摸上去是乾的 但你坐進去濕的 即是它洗完之後 不乾淨 即是不乾 不知道 整個晚上就睡不著 好像在水塘裡睡 剛才跟朋友幾個 他們去弄一些東西 所以我要帶他們 然後他就訂酒店 他說你訂吧 然後他說 Airbnb 我Airbnb的名字是什麼 他說 Airbnb也不想知道 民宿 然後他彈了Airbnb的酒店 給我看到 我真的不想應付 他說原來你有要求的 現在有要求 我說有些也挺漂亮的 他給你選擇了很差 不喜歡Airbnb 你覺得是別人的 我明白你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 你酒店看到白色的床單 你覺得它可能有一點污漬 你也會覺得很髒 你很容易看 但我看到Airbnb 那些是Hello Kitty床單 不知道什麼床單 我反而就不行 我不是說Airbnb那些髒 是怎樣 我是要那個地方 我在酒店裡有很多工作 然後呢 我不明白分別是什麼 可能要在那裡攤一攤 浴缸攤一攤 洗澡那裡要很乾淨 很漂亮 你覺得Airbnb的素質不夠 酒店好嗎 然後呢 我又要有一張桌子 給我工作 我經常都要工作 去哪裡我都會工作 但Airbnb那些也有桌子 也有餐桌子 不知道 可能我偏見 我沒有去過 可能我懷疑我偏見 我長期有偏見 我覺得是 我有偏見 因為有些真的很貴 比酒店的 很漂亮的 我覺得沒有可能 真的 我待會就找給你看 我覺得沒有可能 你放在Facebook的群組 給阿Jam看 有些真的很漂亮 沒有可能 我可以讓你改觀這件事 好 今天說什麼 幾位網友說了幾個馬來西亞的地點 他說 你好像沒有說過幾個 我說過馬來西亞的 即馬來西亞裡的猛鬼地點 我說過 他說你接下來來馬來西亞 他說你多看幾個 他說有幾個還沒說 他就發了給我看 我已經看一看 小恐怖 我覺得 看一看圖片 我覺得十分之很恐怖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荒廢了 這個 話說 好像香港的屋邨一樣 對 這個被譽為 在馬來西亞 最猛鬼的一個 沒有人住的屋苑 你怎麼看過屋苑這麼漂亮 為什麼雕空了 荒廢了 槍什麼都沒有 被人拆走 2016年這兩座大廈還在這裡 究竟發生什麼事 2016年 很近的 幾年前還在這裡 現在就不知道 這個就叫做國際山莊 山莊這件事好像很豪華 國際山莊 這個國際山莊 是在馬來西亞 應該是KL的 話說93年的12月1日 我說了背景給你聽 才知道他為什麼會猛鬼 其中有一座大廈 就是A洞 突然之間樓下的土地就滑波 然後整座大廈就骨牌打橫倒過來 這麼誇張 當時死了48個人 死了48個人之後 大約下午1點多鐘就倒下 整座大廈裡面只有3個人被救出來 這個地方倒下的時候 於是相對B座和C座都被譽為危樓 其他七、八十戶都遷走 但遷走就算了 沒有了房產什麼都好 你去別處住也不是很貴的 其實是地形問題 不關建築事件 是嗎 是 貪污都是這些 不用說的 然後那群人都死了 死了之後 那些人去那裡 去靈探也好 或者去經過也好 在某些時段 某一個鐘數的時候 你會聽到那些人在那裡慘叫 有些人在那裡走來走去 很多聲音都會有慘叫 可能是倒下那段時間 是否在下午 它倒下的時候是1點35分倒下的 不知道可能時空交錯到哪個時間的時候 出現這些死了的人 突然間很慘 那群人就所有的叫喊聲 痛苦聲都叫出來 那你為什麼這麼吵 你開始不在意什麼聲音 你會聽到這麼吵 那一會兒 沒有聲音 你到處看 一個人都沒有 那我也問過 會不會是閃叫呢 有時閃叫 那些閃的全部很吵 那幾下 那其實我就不知道會不會是閃 那再說一說 有一個生還者 有一個口供 就說出來 他說那些閃叫聲 是死那一刻 臨樓的那群人 是全部在那裡叫的 為什麼呢 原來當年在二樓 它很矮的 你看到有些樓 有一個菲律賓的女傭 就幫一家三口打工 那主人那兩夫婦 就在一間屋裡面 那個菲律賓工人 就抱了一個小女兒 就在露台那裡 就在做事看著 抱住了它 那突然之間 他感覺到傾斜 就是向前傾的時候 那他經歷過一些地震的事情 就知道 喂 糟糕了 就叫了幾聲 就馬上抱了一個小女孩 就直接跳了在樓下 跳了下去 那不可以死 那他們在幾樓的 一、二樓而已 可能傾斜一點的時候 就剛剛 沒有理會跳下去 但是他家裡的男主人 女主人就死了 死了之後 倒到這樣 全部都死了 就慘劇了 是一件 然後那個菲律賓工人 又沒有穿鞋 又沒有錢 就跑了去 那個媽媽的爸爸的家 就是那個小女孩的 爺爺媽媽的家 他跟他們說 然後那個爺爺媽媽 就是感激她 救回那個小女孩 對她很好的 然後 所有那些 他說臨走那一刻 頭都不會 狂跑的時候 就聽到後面 是不斷有慘叫聲出來的 這個就是 被譽為其中一個 國際山莊 是 他們就叫做高原塔公寓 就是最猛鬼的 最多慘叫聲的 其中一個 這個你覺得很恐怖 這個恐怖 真是慘 是 因為我不記得我在哪裏 見過類似地震的 可能是電影 我突然想起一個橋段 就是說 又是地震 然後媽媽就出來 她一對子女 就在牙齒裡面 然後 那些人就在那裡說 喂 你想救誰 為什麼這樣說 我現在兩個都救了 他說因為 很大塊的牙齒 是 一頭一尾 扎著她的女兒 和她的兒子 當你掀起一邊的時候 當是掀著女兒那邊 就會扎死兒子 掀著兒子那邊 就會扎死兒子 其實他們兩個 就是電影 對 他們兩個還要身橫著 當媽媽選 我要兒子的時候 女兒傷心就瘋了 然後抬我出來 以為死了 原來女兒沒有死 就長大了 因為她長大了之後 覺得我媽媽都不要我 然後就走了 最後才不會相應 我很討厭這些劇情 很可憐 我突然想起這些 我很討厭這些劇情 對 為什麼要這樣選 給我 就把自己放進去 對 把自己放進去 救兩個子女走 逼人家那麼可憐 對 你救誰 快點選吧 他們快要斷戲 這些虧電影不能收得 好虧衰 這些虧電影不能收得 你相信我 這個唐山大地震 那些編劇那麼可憐 原來是大陸戲 我真的不記得 是 好了 講第二個好嗎 好 第二個 這個我記得我 真的好像 真的不記得那個 沒有 你知道 十十幾年 都不記得了 現在一個叫做 First World Hotel 是 First World Hotel 是 就是第一世界 第一世界 那這裡呢 他們就說 弟弟 這裡是最猛鬼的 這裡的猛鬼是專門出一種鬼 你猜是什麼 專門出一種鬼 專門出一種鬼 水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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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水鬼是最普遍的 因為這裡都有水 這裡有水 對 我就不知道 這裡是一種 出名是什麼鬼 什麼鬼 小朋友 這裡是賭場 這裡是賭場 那就是賭鬼 賭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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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看見好像有個 不知道露鬼的東西 不是 不是 這裡呢 專門出一種鬼 是 感情受挫折而死的女人 都挺猛的 是 是冤魂來的 是 這個話說 這個酒店 就是說 它沒有21樓的網友 讓我知道 我就這樣看 直接按不到21樓的 就是 邪惡 即是酒店沒有21樓 或者老闆 聽風水 他們說 你們賭21樓就贏錢 你們走場 但不可以有21樓 封了鬼 讓他們看見到21樓 他就進去到21點 封了鬼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只是吹 然後 他說21樓 原來曾經發現了 在一個床底裡面 床褥裡面 壓住了一個妓女 那個妓女 是被人謀殺死的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工作人員都不說 說了沒有工作做 但最恐怖 就是這裡 經常有一個鬼魂 他會穿著旗袍 長頭髮 那些人的頭髮比你長 比你長 你現在剪短了 是的 這個女鬼 就因為有一次 就扮得很漂亮 整身旗袍 我拿多姿 減肥 想著 兒子就很喜歡他 但兒子就分手 分手 然後他就傷心欲絕 就是趙元松那些 是 然後在陽台上面 即是露台 一下子就飆下去 嗚 這樣就釘過 這個女生死了之後 他就不離開酒店 然後 你知道這什麼酒店 就是一樓陪回 有人賭錢 有人盛的 這個女鬼是專門搞一種男人 專門搞男人的 首先 如果一個男住客 單身在酒店裡面住 然後那個女鬼 就會趁夜晚 就覺得這個是女生 就會露台 他在場旁邊 令到有春夢 你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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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也住 對不對 先 OK 這條橋 不如我建一間酒店 然後傳聞有個女鬼 專門你罰 任賤大方妹 全部任賤大方妹 都死了 有全部都放在AV 旅遊的封面 在這裏 二十多年前 就說你們會夢見這女兒 不是 二十多年前 這裏有一次 沒有人知道的 由日本那個 叫什麼 東京熱 那個AV公司 對 打算過來登台 是嗎 登台找了二十多個AV女優 誰不知 那幫AV女優 當時被人為了春藥 春藥過城 就死了 然後刪不到 他每晚就找住客來搞 很糟糕 你不要跟別人說 還有21個女優 住在21樓 21樓斜不斜 不過你們不要住 21樓比較貴 樓下就500 樓上就800 21樓 不過10個8個都是出事 每晚都很麻煩 底褲都沒有 住21樓不用穿底褲 都沒有 睡了都脫了 總之有個秘訣就是 你不穿底褲睡就行了 好笑 你還說 我租了 多幾百 OK 其實他不是這樣 這個女鬼 就玩到你借皮 他晚上就飄到你旁邊 飄到你上面 就不是女上男下 他是用鬼樣 眼淚淚淚 四眼淚淚 就挖住你 你一睜大眼 就看到一個女鬼 很猙獰地看著你 很害怕 動不了 害怕得很糟糕 然後 他不只是搞單身男人 單身男人 如果是一對情侶 他就不搞男人 搞女人 趁女人 不搞男人搞女人 對 即是你搶了我老公 不是 單身子他就搞你 一男一女住 他是嚇女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他害怕 是不是以為那個女人搶了男朋友 不不不 是 他不值得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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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 他想 他想 為什麼 找替身 找替身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他就跟那個女人說 他不斷在你耳邊 耳朵 耳朵 是 你男朋友 對不起 外面有叫雞 他說 外面有女兒 你走吧 你不要理他 他騙你的 跟你說什麼 三文開世跟你結婚的 騙你 是啊 有沒有留意到 你每次說去廁所都拿電話 他每次都說買名牌給你的 有沒有買過 沒有啊 他答應過你的事 有沒有做過 沒有啊 他去旅行 誰給錢的 夾錢 一個錢一個滾 他有沒有疼你 怎麼會不幫你出 沒有 你跳樓死去 就叫那個女人跳樓死 原來目標就是這樣的 他自己一個就跳樓死了 很孤獨 他想 想找些姊妹 是 想找些姊妹 他想找些姊妹 志同道合 整班怨婦死掉了 很惡毒這個鬼 就像孤婆屋一樣 他很惡毒 沒有分結 我的朋友經常都說 到時我們一起住孤婆 我心想要搓過你 你之後到時沒有分結 這個挺恐怖 是 一男一女就搞女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挺棒 有什麼遊樂設施 哪裏來的 這裏是賭場 賭場 雲頂那些 我不賭錢 有過山車的路鬼 我真的不賭錢 去很多地方 其實是 是啊 其實是 人家有哪間很美麗的酒店 賭場 都說不賭錢 去賭場的酒店托嗎 可以參觀一下 有什麼參觀 整個賭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恐怖 這個是國際靈異大新聞 國際靈異大新聞 又是在馬來西亞 話說 在KL 有一晚 有班人四圍鳥 四圍鳥 四圍鳥就是四圍玩 是 他們這樣說 有個人又有雷 有錢 就駕駛車 四處沖 沖到這裡 這裡的名字叫做 武吉東菇 蛤 真的 這個名字嗎 是 叫武吉東菇 是武吉東菇 這個名字很可愛 這個武吉東菇 附近就是 比較有錢人居住的地方 這裡有很多傳說 其中一個傳說 就是這裡會出現吸血淚鬼 總之有些司機 駕駛車那些 平時晚頭黑 就不會在這裡接女士 或者接一些充兒子 是 總之就不接了 不接 即是 什麼事呢 那究竟 都說有女級被鬼了 即是不會在這裡上下車 這個意思嗎 不會 不接 如果有人接車回去的時候 你伸手 即是在路上見到一些不認識的人 總之不再理 其中一件事 近年發生的 有些事情 在武吉東菇 這個這麼黑的路上 裡面是九曲十三彎 突然之間 他慢慢轉上去的時候 車頭燈 就看到有一個 白色衣服的人 的物體 就坐在地上 那司機 就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不是第一次在這裡 他說 喂 停了在這裡 他還要坐在地上 你們過不過就好 口驚 有些害怕 那他的朋友就說 喂 躺後走 我不知道他怕鬼 還是怕賊 是啊 可能你一停下來附近 有幾條爪彈套 一槍指著你 然後他發現了 他一停車 那個標板 那個壞車燈 引擎燈 油燈 全部都著了 好像告訴你 你不下車就不行了 你的車就壞了 真的嗎 這樣的環境 當然不讓你點 就退後就在那裡走 然後呢 就一直走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 白色的影 還在遠處裡 是沒有移動的 他們就不知道是什麼 有些人就說 這個會不會是 惡作劇 弄鼓 或者想打劫 對 會不會是醜人知不知道 惡作劇 放在那裡 但他拍了影片 可能用一些特技 你知道吧 現在弄了很多特技 但剛才你其中一張照片 那個好像是透明 那些人就在那裡說 喂 就算是惡作劇 也不會那麼容易 可以弄到那個汽車 開燈 那也是 你不是壞了也不行 於是當時去到這個地方 叫做Candy Hills 那些人就十點多鐘 就說 不要了 算了 算了 兜路走 走遠一點 不要搏 有鬼 怎麼辦呢 另外呢 說開這些 KL你去過沒有 我去過 但我不知道哪裡 我只知道我去過雲頂 還有去過 可能叫KL的地方 我也不記得 KL就是北九龍波 我不記得了 因為都是我的朋友 開車帶我們去 這樣 對 我只記得去過雲頂 還有 有什麼飯 有什麼玩 KL其實可不可以玩 其實 納手朗叫我去 是嗎 我覺得 我是挺喜歡那些 很熱的地方 所以我是OK的 但真的沒什麼街 又不像 你期待這麼熱的時候 就會好像有陽光與海灘 但是 它又不是泰國那些 陽光與海灘 對 又不是一個很 很容易的手朵 其實開不開心 有很多華人 總之他們 泰國開心 KL開心呢 完全不同 我覺得 對 你自己找到什麼 泰國開心 日本開心 我兩樣都喜歡 但我最近想去日本多些 但我本身是喜歡泰國多些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又迷回夾公仔 所以我想去日本 夾公仔 日本不是很棒的 我現在在網上夾 我很沉迷 台灣那些更多款 也沒有 我不喜歡夾三爪 喜歡夾兩爪 OK 對,而且我覺得三爪很欠錢,你不會知道劇場有多大力 你去士林夜市,唱幾百港幣,一千台幣,夾到你死了,還沒夾完,夾到你死了 但不知道,我覺得日本是靠力學的,勾勾會跌下去 但台灣的洞口旁邊位很高的板,你不知道怎樣擺,是靠擺爪 我覺得這件事我不熟悉 我告訴你,台灣夾娃娃機有補的 對,補夾,但我覺得這件事跟購買一樣 起碼不會騙你,你把東西夾不到 你搏一搏,可能一百次補一次,對,七十次,可能三十塊錢 但不,日本那些,你一定會夾到,但看你多少次 我不知道,還有日本那些東西是真的見到的 你不是我說甚麼?你可能在台灣見到一隻 台灣見到的,有法例的 是嗎? 你賣一版東西是犯法的 賣一版公仔是犯法的 而且我本身就是想夾日本那些模型 哦,那我不知道 我又買機票去剪髮夾的公仔 也好,願望我 香港又 我想出走 不行,我叫不到你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跟朋友去,我一個人在一間酒店 哈哈,擺明是想不去我 不是,我不習慣跟別人同房 我沒有想要跟你同房 所以就叫不到你去 但是我沒有想要跟你同房 我知道,因為如果整班的租間屋那些 五、六間房那些,這樣就OK 好笑 很大問題,我晚上逆服癖的 我隨便那些 哈哈 甚麼隨便? 你有沒有看到電影? 真的嗎? 我晚上隨便隨便 我怎麼一個人在一間酒店 晚上穿了一身胸圍體褲 哇,怎麼都在睡覺 甚麼趣事? 那裡是逆服癖的 我晚上穿嚇屎,你睡醒了 哇,洗眼了 你明白嗎? 我明白,我明白 我黑洗眼,我不敢叫人 我明白 我晚上就是逆服癖的 穿了T-Bad 好笑 好,去旅行就是 奔丁的時候去旅行嗎? 奔放的嘛 是啊,你去旅行才沒有人認得你 你家裡有人的,你不可以逆服癖的 你在香港穿成這樣,你出街有人認得 是啊 我沒有理由在公司穿成OL裙 這樣 有人的嘛 好笑 休息一會,第二節回來再說其他KL鬼股 還有看看有沒有時間說一個 挺奇怪的韓國事件 好